啊,我們開始了 機器人三原則 第一條,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 或看到人類受傷害而袖手防冠 第二條,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的命令 除非這條命令與第一條相矛盾 第三條,機器人必須保護自己 除非這種保護與以上兩條相矛盾 好,這是一個關於機器人的故事 10月12日,主人公 準備開始了 呃,這是一個韓國製作的遊戲 好想把眼睛閉上 通過令人目眩的街道,又突然產生了這樣的想法 色彩猩猩的電子顯示屏和刺眼的迷紅燈光 這邊的展覽板 倒數安置者3D全息投影 嗯,是一個挺 蠻先進的一個未來 刺惹的噪音,拜這些東西所刺 頭像被切開了一樣疼 我最近頭也很痛 痛了一皺 簡直令我要攤在地上了 自稱ID強國韓國 與代表國家修飾與相對應 周圍的環境到處充斥著最尖端的技術 注意深入觀察的話 會發現很多東西都改變了 像我這種親近自然的個性 理所當然的會與此不合 所以我真的好想把眼睛閉上 閉上眼睛再睜開 還是沒有什麼改變 感覺今天的廣場特別的明亮刺眼 身體也不算太好 或許有些貧血吧 所以選一條沒什麼人的路走吧 安安安安安安安 你好你好 你好 草雜 草雜喧鬧的色彩並不會肆意影響 周圍的地方 走 走之有自己知道的進路 回家吧 整體來說我覺得還不錯 還蠻漂亮的 設計也都是蠻有美感的 唉 離開繁華的街道 我終於像解放了一般 呼出了一口氣 來到一個有些過熟的公園前 老舊的無可恭維 更談不上什麼風雅 附近沒什麼人眼見竹 也有些年歲了 顯得有些破舊 雖然腦人的噪音消失 可這裡也不安靜 依然能夠聽到遠處傳來的嘈雜聲 沒關係 至少這裡不會刺痛眼睛 視線頭向旁邊的建築物 K 機器人技術有限公司 正本這樣寫著 哪怕是對一切都不慎關心的我 也聽過這家公司 因機器人產業而文明於世的世界級大公司 產品質量之高 有口皆悲 以前同班同學聊天中聽過 人工智能的性能很優秀之類的 詳細的就聽不清楚了 這是一個即便討厭 也不得不和電子機器共同生活的時代 只是我不想對這些東西產生興趣罷了 拜託我超愛機器人的好不好 不知道剛好買這遊戲 從以前開始 我都覺得比起電動產品手動的更好 比起電子琴更偏愛鋼琴 比起電吉他更愛古典吉他 還有 比起人工智能我更認可人類 收回視線繼續前進 朝著通往 垃圾掩埋場的秘密小路 那裡本來是禁止路內的區域 但是對於像我這種方向感好的人來說 走這種境區反而更加容易啊 隨便的地方 哎喲卡愛爹來囉 卡愛爹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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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也埋場 這裡是為了處理社會不再有用的廢棄物而存在的場所 像空罐子一樣的回收機器人到處遊蕩著 分解著一些什麼東西 還有價值的東西會被回收再利用 沒有用的東西就這樣扔著 然後變成鐵渣 我調個東西 我調個東西一下 調一下聊天室 這裡就是過程循環反覆的地方 並沒有人在管理 取物代之的是一台 僅被人工智能機器人和三十台回收機器人在默默地工作罷了 如果私自闖入的話 警報節響起 但是目前還沒有出現這樣的狀況 基本來說 機器人是很遲鈍的 只要助力警備智能機器人的話 是很容易就能逃脫的 大企業裡也埋場 那裡有時候會發現一些不得了的東西喔 如果運氣好的話 說不定能夠減到因為故障還被丟棄的新型機器人什麼的 說起來 似乎從認識的人聽到過這樣的話 不過 已經在這裡往返不下幾十次了 還沒見過什麼不得了的東西就是了 雖然可能是運氣不太好 不過也可能是我不適合吧 總感覺厚著的可能性更高一些 我並沒有分辨好機器壞機器的能力 無所謂了 反正最初也不打算來這裡尋寶的 這裡不過是條箭路罷了 從這裡穿過去的話 回家的路程能夠縮短十分鐘 很有計劃系的選擇 只要不去在雜音和不時出現的禁止路內標誌 周圍散落的機械零件對我一點影響都沒有 和以往一樣 不過是看著眼睛的路不單前進而已 要邂逅囉 安安 你好你好 今天感覺有些不同 視線能感覺到 大約前方一百步左右的地方 有一個人影 雖然看得不太清楚 不過那是 這樣的地方 怎麼會有人 是個女人 似乎是一名女性倒在那裡 太遠了 看不真久 看不真切 難道是受傷了嗎 唉 自然混亂的時代啊 發生了什麼事件嗎 稍微有點擔心 運氣真差 偏偏遇上了這種 新聞頭版大的事件現場 不管怎麼說 放置不管是肯定不行的 我有些交集的加快腳步 那裡倒著剛才看到的女性 不對 有點不對 準確的說是 倒著一個女性樣貌的物體 什麼啊 看錯了 並不是人類 緊閉的雙眼 有些吞色的銀髮 與人類相同的外貌 一樣的人體構造 人工智能機器人 倒在面前的是個機器人 被遺棄的機器人成就物品入手了 什麼東西啦 真是嚇了我一跳啊 不過是個鐵塊吧 別嚇人啊 我從沒用過人工智能機器人 我沒用過 雖然周圍的人大多都在用 我 只看外表的話 幾乎沒辦法分辨去 人類和人工智能機器人 技術已經發展到了這種程度 啊韓國嘛 所以相應的人工智能機器人 附帶了用於辨識的編碼 所有的機器人都會帶著 我確認一下印在肚臍旁邊的編碼 這一台的編號是 嗯 P I PIM PIM 001 編號是1號 編號是1號 而且是沒見過的造型設計呢 貌似是新型機種 新版本的R20 可是真的很強大耶 最好是有慢慢進化 是我的右手 這是我的右手 新型機種去扔在這兒真是少見啊 果然是這種劇情啊 欸當然啊 告訴你 我超喜歡那個 我蠻喜歡那個 人型電腦天使星的 一樣的一樣的劇情 一樣差不多的 開轉開頭都是這樣 真是悲哀的景象 機器人一點動靜都沒有 機能已經完全停止了吧 喂 能夠動起來嗎 嘗試叫了一下 大概從幾十年開始 機器人就全部搭載 語音識別系統了 面前的這一台既然不是舊式機型 那應該就要對指令做出回應的 沒有回應 喂 壞了吧 能聽到的話就給一點反應啊 依然沒有回應 動一動啊 再這樣下去會被分解掉的 我踢了機器人 你幹嘛踢它啊 好像很厲害的感覺 好像很厲害 喔喔喔喔喔喔喔 壞掉了 真的壞掉了 我剛拿到壞掉了 我都還沒用過耶 它就壞了 不 這個眼神 真是 好不能調教它 腳碰到的同時 機器人第一次動了起來 伴隨著機械摩擦的聲音 手臂慢慢地垂直移動 看起來有些復古 近代的動作設定 像這樣機械式動作的 機器人只能在老電源中見到了 嗯 被用電源啟動了嗎 看來並不是完全壞掉了嗎 趁熱快點用 嘖 做著令人不快動作的機器人 雙眼毫無光彩 只是手不斷地在垂直運動 垂直運動 你們知道垂直運動可以幹什麼嗎 就是R20 太髒了太髒了 簡直就是在揮手打招呼一樣 感覺像是為了被注意到而偏面展示自己一般 看了看周圍 能聽到從遠處傳來的機械摩擦音 有什麼在撞擊的聲音 回收機器人在一分級的什麼 然後爆灰掉什麼的聲音 聲音的位置並沒有那麼遠 大概十分鐘後就會到這了吧 然後眼前的這台人工智能機器人大概被分解成幾萬個零件吧 只剩下十分鐘的機器人聲嗎 稍微有點可悲啊 這隻是心血來醜的同情 大概是因為看到機器人太過可悲的樣子 雖然有點髒了 不過外觀並不差 好好擦拭應該就能夠患然一新了 如果沒有被扔掉的話 這台機器人應該正在為誰所用提供幫助吧 雖然不知道是為了什麼被做出來 但在問世之前就被拋棄 怎麼想都很可憐啊 製造這台機器人的人力也很可惜 為了製造所簽著的努力也都白費了 而且能派上用船的機能也浪費了 修理一下的話說不定還能用 一邊是向機器人投去憐憫視線的我 另一邊是覺得這樣的我很可笑的自己 就算帶回去家裡也並不需要一台機器人 也並不喜歡這樣的東西 在家裡放一台人工智能機器人什麼的 這樣的事情至今一次也沒有想過 完全能想到把這種東西帶回去 父親會說什麼 一直比起搖滾更喜歡古典音樂 比起推理小說更愛經典文學 還有比起人工智能更偏愛人類 突然糾爭了自己的想法 我不需要人工智能機器人 這傢伙一苦惱就會被分解掉 然後變成一堆零件 和食潮動物被食弱動物吃掉 變成營養是一樣的 最後還是對社會有貢獻的 也算是好事吧 啊你怎麼可以拋棄他 欸超醜喔 糟糕被最難處理的警備機器人發現了 在停留在這裡的話就要被拘捕啦 掰掰了 我得走了 欸真的這跟我想像的劇情不太一樣啊 為什麼 欸 欸 不應該是這樣的啊 不對 你應該要把他背走 你不應該這樣 留下這句話然後立刻離開了這裡 欸欸欸 這是bad ending了吧 不對 這不對 啊 啊 我真是沒救了 傲嬌欸 這個傲嬌 超級傲嬌的 罵死傲嬌 我偶爾會感情用事真是不好的性格 啊回到家已經半小時了 我開始進入後悔時間 稍微要花點功夫擦洗一下 機器人就展現了你剛才天差地別的美 來 簡直像芯片一樣啊 可以用啦 剛剛我水接觸的時候還害怕有什麼危險 猶豫著不敢摩襲 都已經摸過一邊了對不對 絕對 絕對已經脫光摸過一邊 是我一定會這樣做 啊 我真的也好喜歡有一個人工智能機器人 我對機器人其實一直挺有嚮往的 如果出了故障我就再把它扔掉 再這樣的決心進行了下去 現在看來 大概是沒有什麼問題吧 貌似選對了 耶嘿 那畢竟是最新的機型 防水重置處理應該是有了吧 我挑挑 我挑挑挑挑挑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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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的問題剛解決馬上要面臨了新的難題 溝通交流的問題啊 喂 君 的名字 君的名字 君的全全全 好不好意思剛剛有斷一下線 剛剛有斷一下線 剛剛有斷一下線 對 能做點別的什麼嗎 不小心動到手機 斷掉 能做點別的什麼嗎 唉唷 這樣也不滿足 你要用嘴巴 不要去認 誒呀是你自己的機能啊 連你自己的身體都不了解嘛 不想再被人拋棄的話 就證明一下你自己能幹什麼啊 總是不能除了 手臂上下擺動什麼 也幹不了吧 誒好可愛喔 感覺好可愛喔 要是你再這樣不張開 不沉默不移的話 把你扔掉囉 唉 唉 脫離的嘆氣 簡直就是對牛彈琴啊 所以我才討厭機器人啊 太愚蠢了 特別是眼睛 這家有比其他還要蠢 一百萬倍 稍微有點焦躁起來啊 古人把它拿回家 是錯誤的 是錯誤的決定啊 早知今日 何必當初 確實有這樣的俗語 古人 成不棄我也 OK 難不成是電源的問題嗎 可能只是因為 啟動了備用電源 如果給大家充電的話 或許會有什麼變化 由於著要給大家接上電源的時候 又產生了新的問題 誒要怎麼給你充電啊 啊 我本子看得夠多 我知道接下來發生什麼事情啦 怎麼充電 各位觀眾應該都明白了吧 太髒了太髒了 我沒用過智能機器人 不可能會懂的吧 一般是怎麼充電的呢 把插頭插到鼻孔裡嗎 哈哈哈哈 Oh my god 他生氣了 他生氣了 他絕對生氣了 他絕對生氣了啦 不過想像一下 B空裡插著插頭的 機器人的樣子 My god 什麼東西啊 還挺有趣的 呵 來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來各位各位 投票投票來來 投票投票 一來二一來二 差還不差 我都覺得 我居然 天啊 他有點猶豫 我難得猶豫得起來 因為都挺有趣的 不差鼻孔可以差別的地方 對不對 快一來二一來二 一一或二 一或二 差或不差 我們來投票 發現只有七個人而已 很快 幾十五很好投的 我等你們喔 快快卡一點你也投一個人 叉叉叉 掌 快快 兩個兩個 再來 插不插?插不插? 那我們就插嘍 反正我還可以 我可以 玩二週末 不 那我來試一下囉 我拿著220伏特的電壓插頭靠近機器人 機器人手臂的活動與肉圓可敬的速度再加快 看起來太可憐了還是作罷 拜託,人家是美少女,你還這樣擦人家 不要看人家很可愛,就擦人家,好不好 调查一下机器人的周身看看吧 应该在某个有充电的插口吧 机器人的动作突然变得激烈了起来 好像是想转身的样子 想让我从后面来 想让我看看身后吗 100种脏的方式 检查一下后脑 对对对 これは 仔细看的话脖子后面有小小的凹槽 把那个部分打开看看 原来是支持多种充电方式啊 应该借哪个好呢 把与插口匹配的电线从房间角落扯了出来 然后立刻插上看看 嗯 哦哦哦哦 哦哦好感动哦 谢谢大家